今天就來和大家看看桌面這兩部近期炒得最熱的迷你超音 一部就是日版一部就是尾版 兩隻有什麼分別呢?馬上和大家看看 首先看到桌面我手上右邊這部就是日版的機 而尾版的機其實很明顯外形上的差別真的很大 你看到開關鍵、Start和Pause基本上整個介面都是不同的 而唯一比較相同的就是大家看到尾尾這個位置是給大家插手掣的 兩邊都是記得在下面這裡切開 這樣這個位置就方便大家插手掣 一P、二P之後就是看半隻 一個就是HDMI輸出頭 另一個就是供電的USB插頭 在外形上兩部機很大分別 其實兩部機都還有一堆遊戲的分別 每部機日版和尾版都有些遊戲不同 日版就有大道五右衛門 Super Formation Soccer 以及火焰之文章 而尾版的機有什麼遊戲不同呢? 就是有樂魔城4 以及Super Punch-Out 加上Earthbound 不說那麼多 馬上就跟大家看看今天拍攝和大家玩什麼遊戲 遊戲 是遊戲 R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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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s 試玩了迷你挑釁的尾版和日版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尾版上 介面是會沒有了旁邊那兩個喇叭模擬出來的畫面 去填充黑色介面 反而這個日版就做得比較漂亮 而控制器上面尾版和日版都是很相近的手感 不過反而在街把插波上面其實都鑿到手指是有點痛的 但其實整體畫面感覺是很經典的 我覺得是很值得想去買回憶的人去試玩這部機